Welcome to IT HANDY GUY TUTORIAL My name is Kevin 那接下來我們在這一個TUTORIAL 我們就要來討論這個過度使用TasteDouble 那首先我們先來做這個 這個範例的準備 那我們先來Create一個叫做 iGamer 那很多人在學這個 就是說很多人在學這個什麼 TasteDouble的時候 就是很多人剛開始在學TasteDouble 或是這個所謂的Mocking Framework的時候呢 他們最常犯的一個錯誤就是 這裡面的每一個Class 都一定要變成有Interface 可是問題是你這個Interface 只有一個Class在使用啊 沒有其他東西在使用 那你這樣子Create Interface 好像怪怪的 通常你要Create一個Interface 就是要給多個Class來使用 可是你今天只有給一個Class來使用 這樣不是很怪嗎 那我就示範給你看 首先呢 我們就先Create一個叫做 iGamer 然後呢 我們去這個Overuse這個地方 我先把這兩個東西Copy下來 我Copy到 這個Overuse這邊來 我Copy到這邊來 好 然後呢 那我接下來呢 就是要先改變它的Namespace 然後這個也是改變它的Namespace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是要來做的就是 它這個東西呢 要extend一個叫做iGamer 好 iGamer 好 這邊要extend一個洞洞叫iGamer 好 那這個洞洞呢 我要來把它Create出來 然後呢 那這個洞洞呢 其實 好 它就是一個iGamer 好 我把它Create到這裡來 好 那它的方式很簡單 其實就是 好 這樣而已 那你就把這個東西刪掉 然後後面就加這個 好 就這樣搞定 然後那另外呢 這個GamerPower這個地方呢 它也是要 來做這個叫做iGamerPower 好 就叫iGamerPower 然後接下來我就把這個Interface 把它Create出來 然後 嗯 一樣是把這裡面所有的東西 Copy and paste 到iGamerPower 好 然後 那它就是把這個地方 就把它刪掉 然後 接下來這個地方呢 就變成這個 變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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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這邊呢 就算搞定 欸 為什麼不行 等一下喔 看一下 為什麼呢 欸 不需要嗎 欸我不需要喔 喔 那我記錯了 不好意思 好 欸 喔 Ctrl-Shot-B 所以你可以知道呢 就是Property 後面不需要 那個分號 然後可是Method 後面是需要分號 好 那這樣就搞定了 好 那你可以看到Ctrl-Shot-B 它是可以Build 那我們這個準備工作呢 好 就到這邊 那其中 好 我要加一下我的這一個 好 comment 好 我來把它放到這邊來 好 這是一樣的comment嗎 好 好 那我就先把它放到我的這個 好 interface這邊來 這個東東 好 欸 我是放到哪裡 我看一下 是放到interface上面 好 所以我這個應該是要放到interface上面 好 放到這邊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是說啦 就是有一些初學者呢 他們會每一個class呢 都必須要有interface 然後呢 這樣子的話 它才可以Moke 才可以Moke 就是才可以用Moking Framework去做每一個interface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過度使用testable 好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過度使用testable 那我先 好 我先把這個前置作業先準備好 那這個是結論 結論 就是你根本就不應該要create個interface啊 因為 你這個interface 就只有這一個gamer在使用啊 根本就是浪費啊 所以 完全是不需要啊 所以你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完全是 unnecessary的 是完全不需要的 好 好 那我們這個前置作業呢 的部分呢 就到這邊 喔 對啦 還有啦 就是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洞洞要改成這個 不好意思 這裡 要改成用interface的 然後接下來在這裡 要改成用interface的 好 然後接下來在這裡 要改成用interface的 然後接下來在這裡 要改成用interface的 好 全部都改好了 Ctrl序的閉一下 好 Build 都沒問題 你可以看到它都Build好了 都沒問題了 好 那我們這邊呢 就到這裡 我看一下還有什麼東西沒寫 都沒有 都很正常 好 那 前置作業就到這邊 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